欧盟主导的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近日出现了故障 导致该系统用户无法使用其卫星信号 据报道 故障原因可能是时间同步系统出现了问题 据报道 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11号曾发布公告称 当天 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服务中断 其信号无法使用 伽利略导航系统拥有22颗已正式投入使用的卫星 另有两颗卫星正在太空进行测试 据报道 所有22颗已投入使用的卫星目前全部处于无法使用状态 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排查 以尽快恢复伽利略导航系统的服务 有报道称 此次故障可能是位于意大利的时间同步系统出现问题 从而导致整个系统发生故障 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仍在建造中 预定于2020年实现全部卫星组网 它和美国GP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俄罗斯格罗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并称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 和美国GP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和美国GP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和美国GP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